Scaler product, Vector product的第十三頁 好了,我們已經來到最後的部分了 補回最後剩下,就是想說一個 Projection of Vector的物體 其實是什麼呢? 我們看圖也看到,其實有Vector OA 有Vector OB 然後呢,我們想計算Vector OP 即是這支 這支Vector Vector OP是什麼呢? 其實好像是OA的投射 什麼時候會用到這個? 如果同學你讀Physics 你已經知道了,我用一個力 向著這裡拉,很多時候我想 把力分開兩個component 分成這個component 所以實際應用下去 這個物件的力 其實是向著這個Horizontal的方向 就只是這個Vector 所以其實我們是這樣去做一個應用 即是把一支本身的Vector 我們想拆component 向著BVector的方向 其實它會變成什麼呢? 這個我們就叫做Projection 如果從長度去說 我們可以看一看 關於它的長度 如果看長度的話 如果有一個Vector 其實就是OA的長度 我們叫它做小A 可以呢 乘回Coside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OP的長度 那你OP這支Vector 我已經有了長度 那我可以怎樣去寫啊 那 那 但是順帶一提 我們現在沒有Vector 我們先可以想一想 其實這個呢 可以寫成為 這樣的 再除B這支Vector 那你好像弱了它 弱了 那就變回這個了 但是為什麼要無中生有變這個呢? 因為我們這個呢 我們這個呢 是可以寫成為A.B 然後再除B的長度 那所以我先把這個縮小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寫成這樣的東西 那 然後呢 我們就去OP OP的長度是怎樣呢? 那我就把剛才呢 這個就是它的長度 這個純粹是manateau 來的 全部是scaler 然後我想向著O.B的方向 O.B的方向呢 那就是O.B這支Vector 但是不行 O.B自己本身有個長度嘛 那你這樣就好像影響了 那我就把它變成Univector 那所以呢 我們呢 這個 就是我們想要的OP這支Vector 我們再看看 這個 是它的長度 manateau 這個呢 是它的 就是 B 那個 向著B的Vector 方向 但是因為我們 呃 要變回 Univector 所以變成這樣了 那因此呢 其實你看到呢 它可以 這樣去看的 你可以看成為 A.B over B的長度 二次方 作為它的manateau 不是 不是 作為manateau 作為B前面的scaler 也有些人 也有些人 甚至乎想把它變成這樣的 B的長度 就是B.B B 長度二次 這樣都可以的 那 不要當弱 哇 那這裡呢 總之前面的一個是scaler 來的 那 立刻看一個這樣的例子 我們現在想找個 projection of a on b 這樣的 那用回公式就可以了 那麼 A.B 將它兩個呢 計一計 發覺呢 是 負四乘二 加上呢 是 負二乘六 加上呢 一乘零 那邊沒有k 那麼 然後呢 我們 再 呃 是 計到 然後我們 直接 把 B的長度 二次 B 這個就是我們想要的 Vector 那麼 把剛才那個呢 Copy 不好意思啊 懶了一點 放在這裡 然後呢 我們那個 份母 就是B的長度二次 2的二次 加6的二次 然後我們放個B 就是2i加6j 整理一下 這個就是個projection 負i 減3j 就是 所有的projection of a unto b 就會是這個 好 那我們呢 講完了 Serie Q 5 2 1 2 3 8